单身来游客第一次来泰国体验夜生活 新手入门级别的娱乐场所 如何玩都有什么坑和注意的地方 来一周感受男人天堂需要花多少钱 这期保姆级夜游泰国寻找水晶晶之旅攻略 一定要点赞收藏 看过我泰国详细夜生活攻略文档的朋友都知道 泰国夜生活分为入门、进阶和高端三种玩法 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上手简单 地址相对其中的入门级玩法 泰国三大沟沟巴区域 是苏昆域的拉拉广场、牛仔街 以及四龙区的帕棚夜市 沟沟巴是什么意思 顾名思义 沟沟的单词意思就是 一个人进去,两个人出来 这里是泰国舞蹈老师的集散地 数不胜数的舞蹈老师 以及个别改装车舞蹈老师 在这里卖力展示自己的高超舞技 首先拉拉广场是一座三层楼的广场 有大小店铺二三十家 这里的店铺推荐彩虹四、彩虹五 这里是正宗的水晶晶舞蹈老师店 没有改装车老师混杂其中 如果想看泰国顶级改装车的朋友 左拐二楼第一家START 也可以去开开眼界 刘采街推荐巴卡拉和CREATY HOUSE 然后还有第三个区域就是帕棚夜市 说起这里稍微了解泰国夜生活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地方是几十年前的老牌曼谷夜生活区域 在当时鼎盛时期不论是名气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远超拉拉广场的 只是这些年慢慢没落下来 但实际上要说这三块区域让我做个排名 特别是这两天带朋友去逛了逛 体验感和可操作性还是挺高的 最近拉拉广场的一些店铺酒水提成降低了 所以帕棚夜市的这边的名店 King Cluster 1和2都挖了很多其他区域的高质量舞蹈老师 目前来这里呢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帕棚夜市呢旁边还有一个说一摊呀 日式卡罗K一条街 走在街头几百位泰国音乐老师排排坐的坐在大街上 氛围和视觉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可以在这里寻找音乐老师吃宵夜 也可以先在楼上的包间唱歌 在这几块新手区域刚来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尽量去推荐的那几家店熟悉一下环境 不要去旁边的一些小众没有客人的店铺 容易有多算酒水费的情况 第二呢不要接受路边拉客人员的指路 被带进去的店铺呢或许他们有高额提成 这些呢都会算到你的头上 同时呢只要听到有人跟你说乒乓秀 等等的这样的秀 不要理会不要问我为什么 第三呢就是很多新手去店铺呢一定要懂得拒绝 不要摸不开面子 很多人语言不通 这些舞蹈老师呢就会让你一直点雷里郡可 也就是请他们喝的水 一杯两百泰铢 如果不懂拒绝随随便便几千泰铢的酒水费 最后呢说一下这里的补课费啊 一般在三到七千泰铢不等 除了这三块比较大的勾勾巴区域呢 值得新手司机来逛一逛上手呢也比较简单入门 还有娜娜广场附近的舍美咖啡厅大家也可以来这里逛一逛 在这里呢会有几十三百位的兼职太语老师在这里收客 有朋友问有没有适合白天逛的地方啊 性价比比较高的泰国水疗店和日式马萨机你也不要出锅 泰国的中高端水疗集中在曼谷的辉煌 有玛瑞亚波赛东 爱曼柳 拉贝尔还有热班克等等等等 日式马萨机呢集中在苏昆毅的二十一项 二十三项 二十四项 三十一项 三十三项等等 比较出名的有 Adult MeToo 102 Dennis Dream 等等等等 关于这方面的视频呢 下集视频呢会给大家详细解答 这个就叫专业 这周需要大概多少钱 我的回答呢是如果不算机票和酒店呢 差不多一万五左右 能够玩得比较开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需要泰国中高端 诗人定制的老板可以联系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泰国玩得开心 玩得舒心 不踩根的体验泰国的异国风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